那氣手帕頻頻適汗 因為暑假天天超過30度以上 頻頻遞檢署要配合節電 空調冷氣 像是虛設 讓髮袍一族們開碗亭後洞 汗流加倍 如果沒有開電的話 大概有時候會到37 8度 非常的熱 非常的熱 真的非常熱 因為我們律師都要穿髮袍 髮袍都是長袖的 那髮袍再穿下去 根本就是非常的熱 真的非常熱 無論電扇怎麼吹怎麼轉 氣溫始終降不下來 甚至還有監察官熬夜辦公 真的躲在超商 吹冷氣 緩解暑氣 地檢署的部分為了節電 可是我們律師在開庭的時候 那個髮袍在穿著 還有那個空氣很悶 會影響到我們的思考 跟在法庭上的辯護 政院要求用電量要比去年 減少1.5% 因此監管機器官 為了配合嚴加控管空調 造成許多來開庭的民眾 以及律師都熱得苦不堪言 就連是號稱律建築的 失聯地檢署 利頭依舊熱得不像化 而且遵照節電原則 一到上下班時間 準時關閉電源 我是9點 9點第一停 第一個停嘛 所以我是比較早到 早到的時候 他是沒有開電扇 走廊是滿熱的 過去稱司法機關為冷牙門 這回冷牙門 各個悶熱難賴 讓再離頭半購 司法人員受到影響 政府節電措施不親民 可是讓這群法袍藝族們 吃足苦頭 記者郭先生王千玲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好